一个最后悔的装修 一 后悔铺了寒假拳的木地板 老婆洗完澡弄得满地水渍 地板就发胀气拱 这次果断铺600x600的仿木地板瓷砖 卫生好打理关键是海环保 二 后悔用了胶水贴的墙质 时间久了就翘边发霉 这次直接刷的乳胶漆 造价相对便宜 关键是海防火抗扇 三 后悔装了突出墙面的踢脚线 变形变色还容易击灰尘 这次把墙体开槽 再陷入金属踢脚线 墙面平整才好看 四 后悔定了木制的衣柜 全是木板背前甲犬膏 还有可能戴绿帽 这次坚定做金属框架的衣柜 没有甲犬经久耐用 关键是能省下好几千 五 后悔装了复杂的背景墙 以为好看没过多久就过时 这次简单做半高木实面 省钱耐看更显时尚 六 后悔买了传统床 卫生死角多还费钱 这次学助小邦 用几根木方做框架 再找大伯借几块钱 买两根膨胀螺丝 把它牢牢的固定在墙面 用两根方管支撑起来 再用几根脚钢固定床架 然后铺上木板 底部一定要记得安装灯管 盖上床垫就是时尚的悬浮床 就算来头大象也压不躺 七 后悔装了壁挂的空调机 管线挂机外露真心不好看 这次安装的是风管机 藏在吊顶里 价格比中央空调低 八 后悔顶面装了吸顶灯 夏天那就是蚊虫根据地 这是做的无主灯吊顶 档次提升好几倍 九 后悔飘窗没利用好 平常那就是垃圾堆 这次利用飘窗做了书桌化妆桌 化妆学习两部物 关键是两边还能摆放书籍 十 后悔卧室装了小气的电视机 画面太小反光看不清 这次选择超大的激光电视 躺在床上看大片才舒服 卫生间避坑十条 一 不装常规的平开门 开门关门易碰人 而是拆除整个门和墙体 用磁砖气到顶的地竿 归类收纳洗漱用品 安装吊轨的推拉门 推拉自如还不占空间 二 不装小片的墙砖和底砖 砖缝多枚档次 而是铺贴600x600的连纹上下窃角砖 砖缝少更大气 三 不装石膏板的吊顶 用久了起皮开裂 而是装蜂窝铝大扣板 板面大拼缝小外观炎之高 关键是后期维修也方便 四 不装传统的淋浴花洒 干体水自贼卵擦 而是墙体开槽预埋三菱管 顶面开孔陷入超大花洒 喷水范围大还省墙面空间 五 不装普通的落地码筒 后面空隙卫生无法清理 底部浇水发霉变色 而是墙体气力堪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忘记厕折 下方陷入钢架和水箱 然后安装透明的地挂码筒 底部的卫生也容易清理了 坐在码筒上比坐头等舱还舒服 六 不装老旗的淋浴推拉门 洗完澡后全是水自贼卵擦 还有这该死的挡水条 进出总是半脚摔跤 而是清空回填层 四周气红砖固定 再嵌入定制的浴缸 铺贴大理石 就是冬天用的泡澡区 然后安装保温盖 看电影瓶酒享受生活 再加一块保温盖 又是夏天用的淋浴区 记得墙面做瓷砖隔板 方便拿取洗浴用品 上面安装变热毛巾架 最后用钢化玻璃做隔断 七 洗手盆不买台上盆 接缝容易发霉变黑 而是装陶瓷一体盆 台面水渍不用擦洗 八 不装直排的下水 卫生实在不好打扫 而是装墙排的下水 原下水安装地动 再安装墙排的管件 不怕堵塞主要是好打扫